前面這是什麼好吃的啊 我的口水都流下來了 四到五個月的寶寶 可以吃副食品了嗎 寶寶想吃副食品有幾個情形 第一個他比較會流口水 那表示說他的唾液已經開始漲了 再來就是寶寶其實很喜歡 把他小手放到嘴巴裡面 再來是寶寶看你吃東西的時候 他嘴巴開始動 想跟你搶東西了 這表示已經開始想吃副食品 通常四個月開始 寶寶會有剛剛那幾種情況 就可以開始讓寶寶嘗試副食品囉 那要注意些什麼事呢 那基本上母乳有個特色就是 母乳會隨著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母乳會有變化 可是嬰兒配方奶粉 它只一個配方 它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嬰兒配方奶粉的話 到四到六個月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可能要開始給他添加副食品 吃添加副食品有個程序就是說 剛開始要從比較低過敏原的食物 開始試其 譬如像蔬菜水果 一種一種慢慢試 一種副食品給孩子吃完之後呢 一定要看看兩三天之後沒有反應 然後再加入另外一個副食品 所以添加副食品其實要循序漸進 不能超值過激 寶寶開始吃副食品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喔 那就趕快來看看營養師的示範吧 今天要介紹寶寶出街的副食品 健康蔬果泥 需要的材料有 母奶或配方奶 蘋果 水梨 木瓜 胡蘿蔔 之後還能依序添加其他的蔬果類喔 基本上喝母奶的寶寶 大概六個月以後 才給它添加副食品是比較安全 但是呢 有些用嬰兒奶粉餵養的寶寶 可能會擔心有些營養素的不完整 所以這時候可能需要添加一些副食品 可是添加副食品呢 通常我們希望你能夠選擇一些 比較不會過敏的食材 所以通常我們是從蔬菜水果開始做起 那這邊呢我想教到各位媽媽們最開始的所謂的副食品 那首先呢我們是介紹媽媽們可以做胡蘿蔔泥 我們把胡蘿蔔煮熟之後呢 我們把它磨成泥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把它壓扁 壓成這種泥狀 這就是胡蘿蔔泥 那大概給孩子吃 大概就像一湯匙到兩湯匙的量就好 不用太多 那因為剛開始的時候呢 這可能會太稠 所以有時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櫻兒奶粉 放點櫻兒奶粉給它混下去 讓它變比較稀一點點 所以像這樣子量就差不多了 一次大概一湯匙到兩湯匙 其實寶寶開始吃副食品的目的是 就是讓它訓練它口腔主角的能力 並不是要吃飽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紅蘿蔔泥 媽媽們可以用這種方式開始做起 那除了紅蘿蔔泥呢 還有什麼泥可以做呢 其實蘋果也是可以 水梨也是可以 木瓜也是可以 不過木瓜呢有個條件就是 你不管削任何水果 你第一個動作你要先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呢然後再用紙巾把它擦乾 擦乾之後呢再做削皮的動作 不管任何水果都可能會有 農藥殘留的問題 當你洗乾淨之後呢 也可能會有一些細菌污染的問題 所以必須洗乾淨擦乾淨之後 那才是安全的 木瓜已經洗乾淨而且擦乾淨 我們把木瓜切 因為我們需要量很少 所以我們只要切一小塊就好了 我們的所有餐具 一定要用熱水沖過之後呢 再把它擦乾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木瓜泥 我們把木瓜切一小塊 一樣 讓它磨成泥狀 好 那我們可以再讓它過濾一次 讓它變成更好的泥狀 這時候呢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 大概就是這個 就是木瓜泥的樣子 那因為這木瓜泥可能水分含量 比較多一點點 我們可以不用加硬的奶粉去調 我們可以直接用湯匙餵 那蘋果也是一樣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磨成蘋果泥 給你的寶寶吃 所以大概四到五個月的孩子 你大概就可以用這些 那水梨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利用這種磨的方式 磨成水梨的泥 包括紅蘿蔔 蘋果 水梨 木瓜 這些比較單純 比較不會過敏的食物 磨成泥 用湯匙餵你的寶寶 那餵完之後呢 你還是要給孩子喝母奶 或是硬兒配方奶粉 因為他只是訓練你的寶寶 舌頭阻絕吞咽的能力而已 基本上 盡量只選很單一的水果 比較不會過敏的水果 不要去選擇其他含蛋白質 譬如什麼蛋黃啦肉啦 那些都不可以 越單純越好 越不會讓它引起過敏反應 那最主要是 我們是希望說 它能夠經過這些 能夠適應一個新的食物的感覺 然後呢等於是說 可以補充一些維生素跟礦物質 那並不是把這些副食品 當作它主要的食材 所以媽媽們 當你要選擇做這些副食品的時候 先從最簡單的水果開始做起 恭喜寶寶進階囉 寶寶四個月開始 已經可以用泥狀的蔬果 來刺激寶寶的味覺 不管是有天然甘甜味 又富含Beta胡蘿蔔素的胡蘿蔔泥 還是酸甜口感的蘋果泥 香甜滑口的木瓜泥 還是水分充足又清甜的水梨 都能訓練口腔的發展 還能為寶寶補充營養素 媽媽們快帶寶寶來 這場蔬果泥的味覺大貪險吧